大概就是说我们等会儿开讲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把自己的话筒 去以免影响录音的质量 对吧 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通过chat提交问题 最后我们会同意回答讲座 最后完了以后 因为下一次讲座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下一次下个礼拜的话 还是这个时间是疫情数字空间显示的分析 这个讲座是由哈佛大学的 地理分析中心的执行主任 关维和博士来介绍 和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的 Israel的傅秉德开发主管来介绍 那么主持人是阿肯特大学的副教长隋天志 然后和江系四大的地理环境学院的院长 宁徽博士宁徽教授 宁徽教授原来是从香港中文大学 那推下了一个现在到四大任职的 那么我今天要介绍的主要的题目的话 则是包括几方面 一个是新冠病毒数字资源全球研究项目背景 第二个数据来源第三个就是公众流的软件介绍 那第四个就是说发生疫情数据分析的有关的公众流 第五个就是公众流的共享平台 最后一个总结啊 那么我们前面来讲的话 第一讲是介绍这个新冠病毒疫情这个资源 有哪些数据 因为有哪些项目 那么前面其实已经稍微介绍毕竟 那么这一次可能有些人上一次没参加的 那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当时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后 在武汉当时这个发现以后 那我们就跟哈佛大学武汉大学那就开始合作 那个启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的资源的这个数据收集 对吧 同在启动了这个研究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 现在已经这个经过几个月下来 已经收集了一些一批比较细统的数据啊 然后给大家来做研究 当然主要启动这么几个单位 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 中国数据研究所 古大的社会地理中心 西纪的中心 所谓的美国的RMBS实验室 那后来这个George Mason 杨超伟这个教授 他的团队加入进来 那我们这个主要来源的话有几方面 一方面是基础性的数据 第二个病例 天气 医疗 社会媒体的 以及一些基础数据 包括中国跟美国的 开始是中国的 后来又把它扩展到美国的 是吧 那当然在这个以前的话 我们已经做了20年 关于中国跟美国的基础数据的开发和研究 所以已经有了很好的继续 那这次疫情的话 我们主要的收集的数据 主要是集中在这么几方面 一个是疫情病例的数据 人口迁徙的数据 医疗机构的数据 行为轨迹的数据 航线航班 社交媒体 关于这个新闻政策 高体班次以及气象气货的 是吧 我会议的数据